说起日本这个以小中华自居的国家,相信很多人都对之无比的愤恨,愤恨他们曾经的罪行,也愤恨他们的否认历史。当然,不可否定的是,他们在千年以来确实与我国关系紧密。 例如著名的大魔导师汉光武帝刘秀,就曾亲自给予了日本一枚名叫汉窝奴国王印的黄金印章。不过,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对于这枚真实存在的印章,在1982年之前,很多日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假的,是中国近代为了贬低日本而仿制的。那么,这究竟是为何?1981年前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希望各位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日本的诸多专家学者为何会认为这枚印章是假的?原因总共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在当时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都未能发现类似汉窝奴国王印这类的汉代精致印章。 没有了对照的文物,日本人自然就有了耍赖的借口。 其二,汉窝奴国王印这个名字在日本人看来,确实是有些侮辱性意味存在的。 他们虽然承认,此前和中国各个王朝有所交流,但这般相当于他人小弟的称呼,自尊心极强的日本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其三,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汉唐王朝,是具有博大胸襟的王朝,完全就是礼仪之帮的典范。 这等强大的王朝或许没有必要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从而去贬低他们。 毕竟,那时的日本无论是经济、军事、文化都十分弱小,强大的汉盘朝怎么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呢? 其四,其实在近代,日本人普遍都看不起中国,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都固执地认为是美国人的参战才导致他们最终战败,根本就无视了中国14年的艰苦抗战,将日本国力逐渐拖垮的事实。 再加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远超中国,甚至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水平。 因此,想让他们承认自己曾经是中国的附庸小弟,行高气傲的大和民族怎么会甘心呢? 那么,既然有如此多的理由,在1982年前后,日本的诸多专家学者为什么突然转变了对待此事的态度,又为何对于日本古代的历史闭口不谈了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一件关键性文物,东汉广陵王王喜的出土,彻底打消了他们的幻想。 而说起这件事,我们就要从1980年一场盗墓风波开始说起了。 1980年春,在扬州市西北部一座名叫甘泉山的山脉周遭,赫然出现了几处大规模的倒洞,发现了此事的村民当即报警。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乎,他们便联系到了距离扬州最近最权威的南京市博物馆,希望他们能够对此处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南京市博物馆内的一众考古专家对此也不敢怠慢,他们当即就组建了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古研究队,星夜赶赴了事发现场。 一开始,车上的专家们在听闻警方对倒洞的描述后,其实对此次发觉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这座墓葬是汉代的古墓,汉代对于殉葬礼仪的重视人尽皆知。 生者在埋葬逝者之际,为其挑选的陪葬品大多都是金银玉器。 对于这些可以快速变现的文物,盗墓贼们大方留下几件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因此当时专家们认为,在该墓葬中能找到几件不值钱的铜器就很不错了,不过等到正式开始发掘之际,一众专家却惊呆了。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视频即将继续,谢谢大家。 当人们顺着盗洞向下挖掘,将整座墓葬清理出来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墓葬虽然多次被盗,但其中的珍贵文物依旧是不少。 例如,虎牛马脑印,错银铜牛灯,流金博山炉这类的超珍贵文物,还有着数十件。 那么问题来了,这座经历了多次盗墓贼的洗礼,最终还能留下如此多珍贵文物的墓葬,究竟是谁的呢? 通过一件摆放在关国周遭铜灯上的名文,专家们最终发现了墓主人的身份,没错,这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刘金的墓葬。 刘金在刘秀刚刚见过之际,被封为了山羊王,之后到了汉民帝时期,又被改封为了广宁王。 而当时的广宁正是包括了当今的扬州地区,不过这个结论也是后世站在上帝视角上得出的。 在当时想要确定该墓究竟是不是流金的,还是缺少着一个关键的证据, 那就是汉民帝赐给流金的广宁王金印,金印没发现就不能轻易下结论。 可正是这枚小小的印章,专家们在墓葬中搜寻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都未能找到它的踪迹。 于是乎,在场的很多人便认为,该印章应该是被盗墓之人拿走了。 而得到这般结论的众人,也就指得暂时暂停了墓葬的发掘工作,回到了南京博物馆,希望借助其他的办法,印证墓主人的身份。 但要知道,通过陪葬品确定墓主人是否是流金,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因为流金此人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寂寂无名的王侯,他的一生可谓是充满了波折。 作为流秀的儿子,说流金对于继承大统,没有野心是假的。 流金在被父亲封为了山羊王之后,也确实是十分的不甘心,因此他便在汉民帝继位后搞出了很多的幺蛾子。 例如,鼓动被汉民帝废除的太子刘江和他一起造反,联合塞外的羌人企图推翻中央,找来算命先生,让他说自己有帝王之相等等等等。 不过,汉民帝也知道自己这个弟弟只是有这个心,完全没有能力推翻自己,所以本着修逆之情,他也是没有严肃处理流金,只是将流金贬到了广明地区而已。 可流金此人,已然是被野心给熏晕了,他不仅没有明白汉民帝的古今,反倒是在封地继续犯上作乱。 而这般的胆大妄为之举,也遭到了很多当地官员的不满,所以当时向汉民帝举报流金谋反的折子也是越来越多。 汉民帝在万般无奈之下,这才决定严惩流金。 但还没等他下旨呢,流金那边就得到了消息,出于畏惧,也害怕哥哥将他抓回金师,他居然直接就自杀了。 正因如此,这样的一个多次谋反的王侯,在正常人看来,他的身后事一定是十分草率的,谁都不认为汉民帝还会顾及兄弟之亲,将其风光大葬。 而在这座疑似流金的墓葬,又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文物,所以这些文物不仅不能证明此人是流金,反而还让很多专家怀疑起了墓主人的身份。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视频即将继续,谢谢大家。 那么,最终为何又确定了墓主人就是流金呢? 原来,就在1982年,一位名叫陶秀华的女工,在帮助施工队修路之际,意外发现了一枚印章,开始她以为是铜的,也就没太在意。 可当她将印章拿回家,给到了施工队的丈夫看时,丈夫却看出了端倪。 因为,她是知道一年前此处挖出了一座汉代王侯墓葬的,也知道考古队一直在找这位王爷的精英,所以,她便赶忙带着妻子找到了留守此处的考古队成员。 当然了,后来经过专家的辨认,这枚印章正是广陵王刘金的大印。 有了王印,一切的阴云自然便随之打消了。 刘金身上的谜团也终于是有了结论,那就是,即便她如此的犯上作乱,汉民帝却依旧没有将她视为乱臣贼子,反倒是在其死后依旧以王侯的礼仪被她风光大葬。 而那些称,刘金死后被暴尸荒野草草下葬的言论,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那么,刘金谜团的揭开和日本人承认汉窝奴国王印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原来,这是因为广陵王金印和汉窝奴国王印的实在是太像了,无论是尺寸,重量,花纹,雕法,精致的纯度,甚至是字体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由于日本被汉光武帝刘秀赐予该印章之时,已经是刘秀的晚年了,和汉民帝继位,刘金被汉民帝赐予广宁王印的时间只差了不到两年,因此这两枚印章还很有可能出自于同一名工匠之手。 两枚出自同一名工匠,被赐予的时间如此相近,外形又格外一致的印章。 那么,一对比,日本人就算在心有不甘,也不得不承认了汉窝奴国王印的真实性,以及日本曾经在中国面前的地位有多么的卑微了。 那么,视频的最后,大家还知道哪些能够证明日本曾经是中国历代王朝小弟的确切证据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之作不易。 希望各位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点赞关注。